白色油漆抱在懷中 头戴安全帽的黑衣男 快步走向新北市府门口 下秒镜对着大门 连坡三次白漆 一旁民众吓得急忙闪避 男子犯后旋即拔腿开溜 整个过程不到5秒钟 大面积的白色油漆 沿着玻璃门沾染到地毯上 现场还一流装着白漆的塑胶桶 警方火速掉越路口监视器 发现这名泼漆怪客 做案前就鬼鬼祟祟 先把车骑上人行道 9点出头 犯案之后就回卢州家里换衣服 接着骑车逃往领口方向 然而路程中 天罗地网般的车辩系统 早已全都录 三小时内连同爱犬在领口落网 为什么要对新北市政府泼漆啊 是不是对政府有什么不满 他就是泼漆的33岁成姓男子 被逮捕归案神情慕然 原本警方不排除是 陈情抗议才会泼漆泄愤 但他在到案之后共称 因为长期失眠 四处陈情未果才会犯案 一查之下 还发现他有毒品前科 好几年前 但是因为都没有救医嘛 所以他就是有精神防护 不知道他之前有这个 就是这个阶段吗 可能之前你那么严重 他越来越运动 希望在发生的过程中 一定要这个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 那提供所有的讯息 让我们知道 我们会可以充分得到你的意见 一次精神状况不佳 光天化日颇漆新北市府 只是上个月市府人行道 才被洗地写上落跑市长 这回再被波漆突袭 详细犯案动机就怕 没那么单纯 靳新闻和困圆 颜凯旭荣厂报道 大贼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